有研究显示全球晶片短缺持续 分析相信最少一两季之后 情况才会缓和 疫情阻碍原材料生产和运输 加上在家工作和学习等 令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增 供不认求下令全球晶片短缺问题至今都未缓和 美国投资公司海纳金融统计 7月晶片出货时间平均达20.2个星期 较6月增加超过8日 是2017年有记录以来最长 当中汽车、工业设备和家用电器产品 所需要的逻辑晶片短缺加剧 出货平均要26.5个星期 平时只需要6至9个星期 中美关系紧张 对晶片供应似乎也有影响 彭博早前统计 内地去年入口晶片近3,800亿美元 按年增长1成4 占入口总额近1成8 相信和华为等 在美国加强出口管制之前 先团积晶片存货有关 受晶片不足困扰 不少车厂因而间歇停产或减产 行业估计销售会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 手机、家庭电器等生产亦受影响 例如苹果公司曾经估计 一季的收入损失近30亿美元 新的变中病毒令到突然之间又将那些运输的状况 亦都突然之间紧缺的时候 当然会有一个新一轮的晶片方 不过我觉得最坏的时间也可能会过去 当然未来可能要起码要一季两季的时间 去消化这些团积了的晶片需求的订单 公认紧张 导致晶片价格亦都急升 内地监管机构日前介入调查 汽车晶片经销商有没有操纵市场 摩根士丹利观察相关半导体价格 今个月因而开始回落 但由于负存仍然低 相信再跌的空间不大 无线电视记者盧佩欣报导